演戏攻略马上就要迎来他的大结局了 这每天追剧的日子马上就要结束了 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们有没有舍不舍呢 顺平为了报复魏英勒 设置陷阱无陷魏英勒 没有想到竟然被魏英勒识破 魏英勒就将计就计 演了一出戏给顺平 顺平就被皇上打进了冷宫 魏英勒因为怀有身孕 又成功获得了皇上的宠爱 魏英勒借自己有孕 顺便向皇上表达了自己对他的心意 这两个口是心非的人 承认自己对对方的爱有那么难吗 知道魏英勒怀孕后的季后就坐不住了 赶快前去找魏英勒 魏英勒值得季后来找他的目的 他就开门见山的对季后说 我对皇后的位置没有兴趣 只要你老老实实的 我就不会和你斗 但是我有个条件 就是不可以伤害后宫的孩子 季后听完以后 同意了魏英勒的安排 两个人就这么安安稳稳的 过了十多年 乾隆三十年时 魏英勒已经给皇上生了四个孩子了 两个儿子两个女儿 除了一个儿子不幸夭折 其余的都很安好 但是魏英勒却还是像个孩子一样 领着三个孩子一块丰满 季后看了以后 就感慨魏英勒真是活的潇洒 难怪他当时不想要当皇后 很是嫉妒魏英勒 这个时候 季后的容貌一进不复从前了 头上竟然都生出了白头发 反观魏英勒 他还是一头乌黑的绣发 看起来还像十个少女 历史记载 冰飞只活了四十九个年头 估计也和他生了六个孩子有关吧 而且他在三十多岁时还生了场大病 魏英勒的出身很是不好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 一直都是体弱多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